還記不記得這位撞完車後 醉到不省人事的休班警呢? 時間半年 這宗罪假案件 星期五終於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了 這位原本駐守水警西芬區聖河的26歲休班警 今年5月28日凌晨 駕著電動車在長沙灣、玄洲街和昌華街交界 懷疑失控自炒掃低爐邊欄杆 再撞去麵包店的鐵閘 導致一個32歲男徒人受傷 事後吹波仔酒精濃度高達120度 超出法例上限4倍多 警方徵詢法律意見後 決定告他這三條罪 至於這半年 他就一直被停職調查